镜头来到澳洲当地的小宝贝中文班 在昆士兰台湾中心举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现场除了有安排小朋友做各项才艺表演之外 还特别邀请乌克莉莉老师和布袋系老师到场表演 那么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同乐 也更认识台湾文化 在乌克莉莉轻松的音乐中 李婉莉老师为在场观众们介绍了澳洲小宝贝中文班的每一位小朋友 大家一起唱热声歌相当热闹 紧接着雨柔 哈里森和小红 轮流带来不同的才艺表演 美丽的舞蹈表演 精彩的小提琴和钢琴演奏 都让台下观众抱以热烈掌声 澳洲小宝贝中文班进行十周年庆祝活动 除了同学们自己的才艺表演 也邀请了文化协会前会长于兰芝 带领大家用波浪鼓唱唱跳跳 而布袋系达人吴炳献 不仅秀一段布袋系 还教小朋友体验怎么玩布袋系 相当热闹有趣 白人的失败是我的快乐啦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不是黑白人军 我是来自台湾的布袋系达人 然后我们很高兴今天受邀参加 台湾中心的小宝贝们的十周年庆祝 事务参会 然后我们希望我今天带来的布袋系 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说台湾的传统文化 然后我们今天也带一些小木耳跟他们玩 也介绍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大尊木耳 然后怎么样操作还有造型什么的 也希望今天活动可以带给小朋友们一些不一样的回忆 同伴人马丁太太致辞 感谢李婉利老师十年来持续用心教导小朋友中文 并带领他们体验中华文化 葳士兰台湾中心主任董又文 也特别颁发感谢状给马丁夫妇 感谢他们十年来联系每一个小宝贝家庭 让这些被澳洲人收养的孩子 更加亲近台湾认识自己的故乡文化 另外颁发华航和长荣赠送的精美小礼品 给几位表演的同学 现场活动相当丰富多彩 最后由布里斯本乌克利利社 带领全场一起演奏多首歌曲献给大家 温馨结束这次活动 看文化电视陈敬阳欧洲布里斯本采访报道